记者汤士明彰化报道,感动,上月国道才上演三辆连接车封住三个车道户警,画面感动全国人心,昨天在省道也上演感人情节,一名老妇仪不慎习三轮车务事入彰化县花坛乡省到台乙线快车道,车辆呼啸而过,惊险半分,一名放假开车返乡探视奶奶的黄姓男子健壮, 立即开车紧跟在老妇后方保护,不久又来一辆连接车紧跟住轿车,让轿车与老妇都受到保护,过程被民众拍摄PO网,网友大赞有你们真好,就感心脸书社团花坛人俱乐部今天出现感人画面,时间是昨天下午一时许,影片中只见一名老妇骑乘三轮车, 沿着花坛乡省到台乙线中山路中央分隔岛旁的快车道南下,一四五闯快车道,神情慌张失措,南下车辆纷纷呼啸而过,相当惊险, 此时一名放假返乡回花坛老家探视奶奶的黄姓男子,正好探视完毕开车出门时,发现老妇情况危急,立即开住轿车驶入快车到老妇身后,打开双黄灯沿路守护,不久后,又驶来一辆连接车,紧跟在轿车后方,同样打开双黄灯, 让后方车辆驾驶能明确看到前方路况而闪避,连接车,脚车就这样紧跟住老妇行驶上百公尺后, 彰化警方一辆巡逻车正好经过该处,两名远警赶紧下车, 以巡逻车挡住南下车道封路,另一名远警则把三轮车推往路边脱困, 终于解决危机警报,影片PO上网,网友大呼感动,赞声不断,网友大赞说有你们真好,太帅了, 你们真的很棒,谢谢你们,就感心,还有网友说,上月国道才上演三辆连接车封住三个车道户警, 画面感动全国人心,昨天省道又上演脚车,连接车驾驶与警方一起守护老妇脱困的画面, 英勇作为令人感动,黄姓男子今天受访表示是举手之劳,不足挂齿, 当时在他后方还使来一辆连接车,应该是要保护他与老妇,令他感动, 警方强调,感谢这两辆轿车,连接车的守护老妇作为, 但最好先确认自身安全状况无余下再进行,由于属于建议勇为,因此警方不会进行开罚。